最新炸裂犯罪类型美剧 剧情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讲述的是2012年 美国麦哈顿一场高达700亿美元的惊天结案 这群记忆高超的神偷是如何偷天换日 大家好,我是山哥 故事开始 时间回到大建案前的7年 男主扎基叔正在监狱用精湛的手法雕刻着花蝴蝶 同时监狱外朱迪也正在坐着大麻棒棒糖 随后又换了一些未实名的手机卡 朱迪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探视在监狱里的男友斯坦利 二人见面相识一笑 以美甲的形式将手机卡成功送到斯坦利手上 以这样的方式理应外合 高架在狱中售出电话塔 可这一切早就被白人之上的捉木鸟帮看在眼里 自己地盘的钱让别人赚 难免不眼红 趁着斯坦利在厨房工作时 捉木鸟帮老大上来发战 警告斯坦利 手机卡只能卖给白人 以后赚到的钱也要上交给我 要不然可没你好果子吃 此时扎机书及时赶到 原来扎机书早已在监狱混迹17年 现在是捉木鸟帮的核心人员 世人都要给面子 逃过一劫的斯坦利 对扎机书表达了感激之情 原来二人是同事欲友 所以扎机书才会为斯坦利解围 同时斯坦利也跟扎机书分享了 与朱迪以前的美好时光 第二天 扎机书在工作时 突然发现手有些不受控制 起初他并没有太在意 但在雕刻蝴蝶时 事情再次发生 甚至睡到半夜 扎机书直接掉到地上开始抽搐 斯坦利发现后 赶紧将其送到优势 经检查各项指标都很好 但需御医来做深层次检查 才能给出准确答复 再次见面 斯坦利将蝴蝶送给御友朱迪 本该高兴的朱迪却是一脸愁容 原来是手机卡的供应商被抓 这意味着 以后将无法在狱中出售手机卡 如果没有手机卡 小两手的经济来源将被彻底切断 此时御医赶到告诉扎机书 他可能患上了帕金森症 这消息瞬间让扎机书跌落谷底 但这也让他下定了一个铤而走险的决心 次日扎机书托斯坦利帮忙买些材料 斯坦利看到上面写的尼龙袜和润滑油石 猜测扎机书可能想要越狱 扎机书也不再隐瞒 这是他在监狱的第17个年头 现在得了帕金森 不能在监狱里浪费余生 如果我们俩配合 绝对能成功越狱 可斯坦利还剩6个月就能行满释放 他并不想冒着风险再蹲10年 但很快越狱的想法就发生改变 细细男友安慰的朱迪带来朋友帮忙 这哥们完全不把斯坦利当回事 认为他这种买卖只是小生意 要做大必须还得卖粉 还嘲笑斯坦利根本配不上朱迪 最终看在他女朋友面上 答应他会搞定电话卡 看到自己的女友与外人如此亲密 此时的斯坦利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回到牢房后 第一时间找到扎机书 表示自己入伙跟他一起走 如果再不出去 半年后媳妇都成别人的了 尼龙瓦尔和瑞华尔就别想了 他有更好的东西 自己种的置换蘑菇 这种蘑菇可以帮他们越狱 二人一排集合后 越狱计划正式展开 他让斯坦利割草瓶时 将石头过意卷入机器 击中寓意爱车 然后自己出面告诉依依 平生最看不了这种古董老爷车受损 他可以免费帮忙把挡风玻璃修好 当做帮他看病的回报 紧接着出去时又假装转不上记 用模具刻下预警钥匙 然后以修车的借口 对后备箱紧改造 此时的斯坦利也没瞎兆 将捣碎的置换蘑菇加入调料 再倒进今日的早餐当中 当看到带料的食物断上来后 炸鸡树申请去医务室书宴 狱中的众人吃着饥饥有味的早餐 不多时便开始哄堂大笑 他们一个个都开始胡言乱语 看来应该是毒蘑菇的效果出现了 斯坦利则在厨房鼓起勇气 故意用刀割上手掌 也来到医务室保扎伤口 目的就是与炸鸡树会合 另一边在食堂吃饭的御游开启了party 可以说是人间百态各在其中 有哭的就有笑的 有跳舞的就有帮忙打截拍的 预警一看事不对 通知御医带上人 赶紧来到现场查看情况 食堂的众人症状再次加重 自主的排挤长龙 做起了全体马杀鸡 这时待在御医室的二人有了可乘之机 先用事先准备的工具打开手铐 再用自喷漆开启优势大门 随后炸鸡树用可好的钥匙模具 准备打开御门 眼看关键时刻 大门却始终无法打开 此时御警的声音又传过来 斯坦利只能自告奋勇 帮忙拖住御警 把这仅有的机会让给了炸鸡树 炸鸡树也是不负众望 出来后在汽车之间各种躲藏 然后打开御医老医车的后备箱 把自己也藏在里面 而御医在食堂这边发现 只是普通的蘑菇中毒之后 便准备开车离开 打开后备箱时 发现里面恐恐如意 开车出去时 预警也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 就这样炸鸡树成功越狱 顺理成章来到了御医家车库 等御医离开后 用小刀拉开后座 顺利从夹层中爬出 越狱后的炸鸡树 第一时间找到好友爱娃 爱娃也知道 炸鸡树这次是越狱出来 二人久过三巡聊起了前景 要求见过女儿汉娜后 便把自己送出境外 而爱娃却认为 炸鸡树要见女儿 只是自己的良心发现罢了 何况汉娜现在有了家庭 活得很好 但奈何炸鸡树坚持 一定要在自己离开前 给女儿一个解释 爱娃告诉她 现在的汉娜改姓金 就职于一家高科技安防公司 工作极其出色 备受领导重视 当炸鸡树见到女儿时 一再沉稳的她 也难掩激动 恳求汉娜坐下来聊一聊 这17年来 她为这次对话反复演练 但情道深处 却无法用言语表达 尤其汉娜对17年前 炸鸡树放弃自己 没有做到一个父亲 该有的责任而备受打击 其实炸鸡树是在保护她 不希望她落得和自己一个下场 17年的伤痕呢 不可能及时缝补 不想听任何解释的汉娜 再次回到工作大楼 随后赶到炸鸡树 看到女儿的上司 表情也是一脸震惊 后闻会给出震惊的原因 镜头最后给到女警官纳赞 她接到报警 来到案发现场调查情况 原来是御医家的老医车 发生了火灾 同时还有一具无名尸体 通过有关部门的尸检验证 这个尸体正是警方所找的 越运目标炸鸡树 但真正的炸鸡树 正坐在艾娜车里 她托朋友帮忙 把自己的牙科记录 与尸体对调 就这样 成功满天过海 有了新的身份 艾娜表示 你看也看了 现在该送你去境外了 哪知炸鸡树却说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因为自己女儿汉娜的上司 正是17年前 害自己入狱的罗杰 她必须要知道 那家伙接近汉娜的目的是什么 接着便给女儿写了封信 告诉她 你的身边还有其他谎言存在 有些错误 当父亲需要修正 但有些人必须付出代价 这一切的初始 都来自于你的上司罗杰 在炸鸡树越狱后的第七年 这七年来 她一直想着如何报仇 现在只差一个机会 就能将害自己的罗杰 身败名列 而罗杰的安保公司 更是全美首屈一指 其手段也是心狠手辣 所有罗杰派汉娜 接近对手公司员工 成功在金库盗取200万美金 目的便是告诫客户 其安保公司系统不到位 钱放在那里不安全 我的金库才是你的最佳选择 另一边 我们的主角炸鸡树 也开始对罗杰复仇的前期准备 首先第一步就是招募团队 还记得小哥斯坦利吗 他刑满释放后 在家里的杂货铺帮忙 家庭的压力让他应接不暇 此时炸鸡树主动找上门来 二人多年后再次见面 也是相当激动 但听到炸鸡树 这次来是邋遢入伙 斯坦利婉拒了 他的家庭情况不能再次雪上加霜 炸鸡树觉得也是 无非就是70亿的小买卖 听到70亿的数字后 斯坦利瞬间变脸 随即表达多少钱无所谓 我就是想听听细节 这次的目标是罗杰的地下金库 铸造坚固 安保系统层层把关 每个保安都可以说是武装到牙齿 此时涉及到三巨头 武秋阳韩国私人银行最大股东 据说是金正恩的表亲 苏珊大银行家 相传跟伊丽莎白私交甚好 还有史蒂芬瑞士银行的执行总裁 有人说他们和纳粹之间 有着某种关系 三人同时掌控着5000亿美元资产 几年前他们收到了一批债券 无担保不尽名价值70亿 只要拿到便可远走他乡 安全度过余生 他们正在从欧洲运过来 打算存在罗杰公司的金库里 他刚见到这个大订单 肯定会严格把控每个细节 想要面对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首先要买设备的启动资金 就要50万 所以他们要在之前先盖上一票 当然只有他俩肯定白搭 这需要更多人员加入 最好是有一名化学家 斯坦利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前女友 没错 斯坦利当时的想法成真 朱迪和鲍伯真的走在了一起 这一别就是七年多 二人再次见面 场面显入尴尬 可斯坦利却表示有人想见你们 札迪书将计划对着二人全盘托出 面对70亿的诱惑 二人也是当即同意决定入伙 镜头给到罗杰 他发现有人入侵了安保系统 汉杂怀疑是三巨头正在进行测试 毕竟这么大的数目 检测一下也是理所应当 但疑心矫正的罗杰可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是内部人员出了问题 回到家的汉杂竟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而另一边 札迪书找上好友艾娃 这是他最忠诚的盟友 作为这次行动的成员之一 艾娃的主要职责就是帮着销赃 他认为安全问题应该摆在第一位 接着便带着札迪书来到自己的军火库 看着陈列的各种武器 虽然札迪书也为之动容 但按照自己的计划并不打算动用武器 艾娃尊重他的意见 只是想帮大家武装起来 以防出现突发事件 计划想要进行 目前还缺个司机 其实札迪书早有人选 那就是多年前受自己照顾的罗伊 虽然有点多动症 但专业性不用质疑 不仅懂得修理 还能驾驭各种车型 现在全员已经集结 是时候推进下一步计划了 看看到底需要多少启动资金 然后再想办法将钱搞到手 与此同时 汉娜向罗杰汇报 上次漏洞事件 果然是内部人员操作 这再次正视罗杰猜想 看来首要关头是抓出这个内鬼 他让汉娜继续调查 而朱迪这边大致算了一下清单 一共需要35万 他们想短时间内 抽到这么多钱 无非是天方夜谭 降低成本不可能 又没人会借钱给他们 难道真的会因为 无法凑齐这35万 而放弃70亿吗 此时鲍博想到的好地方 钻石岗 全美的钻石90%都来自这里 周边店部都是珠宝行 每年的收益达到240亿美元 但街道上有4000个摄像头 还有很多假装成游客的便衣警察 此时大家来到钻石岗分头行动 朱迪乔装打扮 调查便衣警察的各个位置 同时将炸弹扔进垃圾桶内 看时机成熟便启动炸弹 引发骚乱 接着大伙戴上防毒面具 开始抢劫珠宝 他们只有90秒的作案时间 不愧是专业团队 快速解决便衣后 开始各自搜刮珠宝 时间转瞬即逝 炸机叔命令所有人撤离 可这时鲍博却起了贪心 他看中了一款首饰 随后被赶来的便衣警察 开枪击中手部 还好艾娃及时救场 众人才有惊无险 开车逃离现场 鲍博为自己的贪心付出了代价 他在团队中的职责是打开保险柜 但是现在因为中枪费了一只手 这种计划难度再次提升 另一边漢娜介绍朋友 到安保公司工作 工作内容很轻松 就是搬运纸张 这时上次罗杰打了电话 要求漢娜上楼开个小会 在会议室 罗杰表明已经知道谁是内鬼 他的入侵手段 是使用内部邮盘 上周就派人监视了 漢娜与安全专家 并搜查了两个人的办公室 都没有 最后发现东西在副总那 证据就在他的包里 眼看邮盘被翻出 副总一脸懵逼 罗杰可不停解释 当即开除副总 让汉娜接手 由于事情太过突然 汉娜一脸不可思议 但随即告诉罗杰 她一定会尽职尽责 次日汉娜第一时间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达基说 她升了副总 有了访问金库的更高权限 现在可以拿到钥匙卡 可报警细节 与传感器密码 都由罗杰自己保管 自己无强过问 扎基叔表示 无需担心 她自有办法 但作为女儿的汉娜 还是为父亲担心 偷三角头的东西 没法一走了之 扎基叔劝汉娜 不要动摇决心 等一切完成 他们俩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 看来扎基叔出狱后 这七年 已经跟女儿汉娜 修访了关系 并且利用汉娜与罗杰的关系 进一步完成自己的计划 这其中就包括汉娜 入侵安保公司 嫁祸给原副总 再让自己成功上位 时间来到大姐安五天前 作为全美最牛 安保公司的总裁 罗杰认为自己无限可激 她的家人 以为她清清白白 所有人都认为 她是业内大亨 但大家都错了 没有人能真正了解她 除了扎基叔 想要战胜她 需要完成七项步骤 第一项就是需要 复制押运车上的编码 才能顺利进入安保总部 还好这个任务 由骑手罗杰顺利完成 第二项 乔装安保人员进入运送区 第三项 独云大厅里的两名武装警卫 第四项是进入金库走廊的门 因为有汉娜提供的钥匙卡 会比较轻松 门一打开便是第五项任务 破解识别系统 如果出现外人 大门就会关闭 警卫也会立刻出现 第六项是打开金库门 关闭温度传感器 这里强调一下 罗杰使用的是三重安保系统 身份识别 钥匙和密码 密码可以关闭传感器 但密码只有罗杰知道 擅自闯入 温度就会不断上升 结果就是他们会被彻底烤焦 其实对于这一点 炸鸡叔早就留了一手 他让女儿汉娜 在系统上安装了后门程序 可以关闭温度传感器 最后一项便是 拿出债券 运到卡车上 整个过程必须在一小时内完成 而且要神不知鬼不觉 与此同时 罗杰收到一条祝福短信 可学问对方是谁 并没有得到回复 炸鸡叔这边 还是模拟到些场景 包括运走摘圈的细节 每张摘圈价值10万 重量为5克 共7万张 再加上盒子的重量 几乎就是一吨 所以时间上必须抓紧 外面的艾娃 正与某人通话 看到炸鸡叔后 立马挂了了电话 炸鸡叔也没有点破 恰巧斯坦利回来 车上装着艾娃小的蜜蜂 这个蜜蜂先按下布表 后面会有大用 炸鸡叔走后 团队很快闹起了不和 原因是朱迪和鲍伯秀恩爱 坐在旁边的慈坦利 随便酸了敌句 鲍伯拿受了这气 正要动手教训他 正好朱迪及时阻拦 在女朋友的安慰下 鲍伯逐渐冷静 可接下来的话 却是语出惊人 等计划完成 他才打算独吞全部债券 朱迪认为他说的只是气话 根本没放在心上 另一边 罗杰与判娜参加酒会 以此来笼络三巨头之一的瑞士银行总裁 此时 朱迪叔偷偷潜入罗杰家 先在书房安了个设备 接着取走杯子上指纹 然后找到隐形眼镜 将不明药物滴了进去 同时 酒会上的罗杰 见到另外两名巨头 三巨头齐聚一堂 就跟罗杰商量 把债券换成了其他类型资产 主要原因就是 债券来源有些问题 见不得光 说明白点 就是想洗钱 罗杰表示短时间内无法搞定这么多钱 但可以试试想想办法 炸鸡叔回到基地后 他的手又开始不自觉的抽搐 坚然的拿起了手机 镜头一转 罗杰的手机响起 接起电话 对方让他查出一下邮件 打开后发现 是自己以前的照片 对方表示 你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安全 受到恐吓的罗杰马上来到公司 要求把所有系统都检查一遍 三巨头他可惹不起 更不想自己搞砸 被暴石荒一遍 来到办公室后 觉得眼睛干涩 滴了点眼药水 接着陌生电话再次打来 张口就索要340万 只给他三天时间 此时安全专家上报了新发现 他在传感器系统中 发现了后门程序 像是有人故意留下的 但汉娜觉得只是小故障 毕竟这套系统是七年前做的 谁会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布置陷阱 罗杰没有怀疑 只是告诉汉娜抓紧修好 然后告诉手下 找出那个打电话的混蛋 他知道我以前的身份 随后自己来到医院检查眼睛 可谁能想到 医生是斯坦利假扮的 用医器尖测眼睛 其实只是在做罗杰的面部扫描 最后告诉他 只是普通的细菌感染 回去滴点眼药就好 来到炸鸡树这边 系统上留的后门程序没了 炸鸡树不敢相信 这是他花了多年前 5万美金找人做的 事到如今被人发现 难不成 铺垫多年的复仇计划 要被终止了吗 面对这个事实 他的手又开始不自觉抽动 心理想着 必须要想办法干掉这家伙 不能忍受他这么得意的生活 同时 罗杰来到一家音响店 老板是之前被开除的前副总 他猜测前副总 就是打电话向自己勒索的人 因为知道了些以前的过往 才能如此大胆 这次来只是警告 下次来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哪知前副总直接承认 罗杰害得他家破人亡 名声尽毁 他必须讨要说法 并再次威胁罗杰 规矩不变 不给钱就把信息交给警方处理 罗杰没有说话 默默离开回到公司 却远没想到 扎机叔已经一路跟踪至此 晚上罗杰的手下 还是杀了钱副总 打电话威胁的戏码 基本没有好下场 心烦的罗杰来到早堂 由于雾气大 他根本没有发现 后面的是扎机叔 还与他平静的聊几天 扎机叔趁着此时无人 准备拿玉金雷死罗杰 可听到糟糕天气时 突然停手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立刻回到基地 召集众人宣布他的破局的办法 接下来由朱迪掩饰 一枚硬币加一点特质化学品 再用水浇灌 得到的破坏力瞬间增大几倍 但前提是需要大量的水 这是扎机叔指出 金库上方正好有条废弃管道 如果降与量大 就会产生足够积水 再炸开管道 让水流到金库上方 制造爆炸 让传感器失效 虽然疯狂 但这也是唯一拿到债券的方式 形势所逼 他们必须要把计划提前 现在就开始动身 而另一边的警员诈赞 收到现任消息 撑口炸机说他们会在今晚暴雨时动手 这也是能抓住他们仅有的机会 回到家的罗杰发现有人动过自己的手表 还没来得及细想 三巨头打来电话 表示已经知道罗杰的过往 想要保证秘密 那就必须把洗钱的事办妥当 面对三巨头的威胁 罗杰陷入沉思 得想办法应对才行 此时暴雨瓢泼而下 在基地的团队已经做好了一切 炸机书下令 我们走 时间来到案发的三周前 警员诈赞曾经是名尹君子 现在已经成功戒毒四年 工作出色 同事们彼此信任 回想起用毒物时 身边的一切都很模糊 这让他认识到了很多错误 如今他办案的更加玩命 更加认真 为的就是和以前糟糕的自己 说再见 警长看到了他的改变 给了他重新来过的机会 他这次正式负责钻石岗的案子 副手称 在现场有了新发现 但壳上有一枚指纹 经鉴定来自艾娃 艾娃对外的身份是上城区律师 上次劝纳赞不要轻举妄动 另一边 钻石到手后 艾娃负责销赃 鲍勃怕他耍花招 非要一同前往交易点 对方听后 以40万的价格成交 鲍勃觉得对方太黑 故意顺手地装上了金表 众人回到基地 炸机书立刻将钱分发下去 让大家各自购买所需的东西 艾娃拿的最多 因为这是准备在纽约租办公室用的 看房时还遇到罗杰 艾娃自称是提供用户终端服务公司 成功于罗杰互换名片 原来故意选在这栋大楼 就是为了方便作案 办理完租房手续没多久 艾娃就收到了警局传唤 警员上司一上来就发难 揭露艾娃家底 家庭都是西班牙人 自己又是作为难民从阿根廷逃过来 没有人脉 没有背景 通过自己打拼到现在的地步 这一路走来肯定不容易 所以关于子弹上有你指纹的问题 一定要说清楚 艾娃表现的并不惊讶 说一个月前就曾报过警 自己的两只手枪被盗 子弹是自己装上的 没办法警局只能放人 艾娃临走时看了一眼 警员纳赞 回到基地 赶紧汇报给扎吉叔 认为自己已经被纳赞盯上了 因为他俩之前就有过过节 现在整个团队必须要小心谨慎 不能再有人被盯上 否则整个计划将会泡汤 警局内 纳赞正在向上司争取艾娃的案子 但上司却认同纳赞与当事人有过节 必须与案子保持距离 原来七年前 艾娃曾对纳赞提出正式投诉 称他在一次问话中 因为受毒品影响 忽略了些重要信息 导致艾娃的委托人死亡 正是这份投诉 也让纳赞受到停止处分 虽然他保证这次不是为了报复 但上司还是认为 他并不适合处理本案 另一边 艾娃等人正在布置新公司 目的就是拿到整个安保公司的地图细节 罗伊将测量仪器投入各种管道 再通过各管道的全覆盖 他们就知道整栋大楼的内部结构 所有系统的交汇处 就是计划目标金库 只要这些了如指掌 他们才能全身而退 此日 鲍勃找到艾博家地址 警员诈赞也潜伏在附近偷偷观察 艾博想谈一下分城的事 可艾娃根本没给他好脸色 早就说过不能主动找来 有什么事在基底说 你坏了规矩不谈 还想要更多分城 如今你的手坏了 要不是看在朱迪的份上 早就把你踢出局了 而这个画面正是纳赞所要的 他暗中调查 就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照片中的鲍勃是个保险柜专家 前科累累 女友朱迪出自化学师家 从小就爱制造爆炸物 碰巧他俩在钻石项案发前 10天入住附近酒店 目击者声称 案发时有6名嫌疑人在场 通常抢劫完都会找这销赃 潜逃 如果这时候他们没走 那只能说明 他们在为更大的案子筹资 同时鲍勃收到了医疗报告 他的手已经换上了 严重的精神损伤 看来是一时半会儿无法恢复 恰巧又看到斯坦丽 与朱迪的行为过于亲密 怒从心中起 直接拿斯坦丽撒气 打得斯坦丽直接走出酒吧 朱迪连忙追出解释 三人互闹情绪 完全没有注意到 警察已经偷偷观察了许久 鲍勃将朱迪道歉 并解释到身体的原因 都是因为手伤 最后还把上次抢劫的手势送给他 二人重归于好 警局内 纳赞正调查斯坦丽的资料 曾因涉毒在监狱服刑三年 探视的人有朱迪和鲍勃 最重要的是 他与朱迪叔关在一个牢房 朱迪叔明明在七年前已经死亡 而艾瓦又是他的律师顾问 纳赞猜测这次事件的背后推手 就是朱迪叔 而朱迪叔的死肯定也是假象 现在团队基本成员 都已经暴露在警方的视野 他们务必要想办法 找到第一突破狗艾瓦 这次换成纳赞主动出手 他一路跟随艾瓦 合计着能有损收获 可就在要追到时 却发现对方并不是本人 还被同行给抓了起来 从兜里翻出了毒品 显然这是艾瓦 专门给纳赞设计的圈套 但现在的炸迪叔计划 被警方发现也只是时间问题 将计划停止又不可能 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艾瓦退出 这样才不会暴露更多有关证据 另一边暗自调查失败的纳赞 彻底被弃晕 本以为能找到调查此案的关键信息 却没想到 因为此事 让他失去了对孩子的监护权 就在发泄时 看到了艾瓦家人的照片 二话不说 立马行动将其抓了起来 紧跟着便逼艾瓦现身 称他家人的身份并不是合法公民 根据法律 现在被关了起来 如果艾瓦愿意当自己的线人 自己可以帮他把家人的身份解决 如果不行 那他下周就要被遣返回国 其实所谓的家人 对艾瓦来说相当重要 起冲程活着逃出西班牙 全靠他的帮忙 现在又把他接到美国 就是为了报恩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 自己没有任何亲人了 面对两难的局面 艾瓦只能充当线人 但刚退出团队 现在又加入 炸鸡叔真的不会心生怀疑吗 时间回到大建案的24年前 当时的炸鸡叔还没有满头白发 干的是偷倒买卖 而他的搭档就是24年后的金融界大佬罗杰 二人配合默契 作案多年从未露出马脚 炸鸡叔主要负责开保险柜 罗杰负责寻找有钱的客户 这次他们的目标是个银行行长 炸鸡叔按照惯例 先一步来到行长家搞定保险柜 接着罗杰将喝多的行长送回家 目的便是与楼下的炸鸡叔会合 这次的保险柜异常难搞 二人合力才算勉强打开 大宝的钞票和珠宝都是礼装 此时喝多的行长突然来到 但他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原来炸鸡叔竟然躲在了保险柜里 行长走后 罗杰赶忙及时抢救 费了半天锦才打开 稍微晚点 炸鸡叔就可能因为缺氧而丧命 事后二人再次见面 炸鸡叔送给罗杰一只手表 让他以后能更容易混进富人圈 但自己却萌生了退隐的想法 毕竟这种工作还是太过危险 他还有自己的家庭 还有老婆和孩子要养 看着这么其乐融融的三口之家 炸鸡叔不愿再次冒险 可回家屁股还没做热 罗杰就打来电话 要求去往阿拉斯家做下一单生意 炸鸡叔想要拒绝又摸不开面 只能以有事为借口推托 接着来到游泳馆与艾娃碰面 将这次的珠宝拿给他进行销赃 由于最近警察查的言 艾娃劝告炸鸡叔 还有家庭 做事之前一定要想好后果是什么 若有所思的炸鸡叔回到家后 与妻子谈起了自己的打算 他一直在考虑做弃配生意 出售汽车零件还可以维修汽车 但是创业需要成本 要做的话 他们只能把生活过得更结局 妻子很支持这个想法 只是担心他身在泥泥很难退出 隔天罗杰来到炸鸡叔家聚餐 小时候的汉娜就对他们所说的工作感兴趣 可作为父母还是极力排斥 炸鸡叔不再隐瞒 把隐退的想法告诉罗杰 罗杰并不想失去这个得力干将 称可以休息几个月 放慢速度 但炸鸡叔坚持自己的想法 不愿意再让母女俩担惊受怕 更不想让女儿知道她干的是什么行业 面对态度如此强烈的炸鸡叔 罗杰也只能无奈同意 谈完 炸鸡叔向妻子表示成功退出 二人热情相拥 气配生意说干就干 不久后炸鸡叔的气配店顺利开业 一家人虽然过得辛苦 但也算是踏实安稳 同时妻子也为了减轻压力 在俱乐部上班 这天因为顾客要求炸鸡叔配三把钥匙 一会儿过来取 却没想到罗杰突然到访 让炸鸡叔多配一把 去他家偷点 就能轻轻松松解决困疚 其实是话里有话 暗示炸鸡叔出山 此时的罗杰遇到了麻烦 需要大量现金 这次来的目的也是希望二人再度联手 另一边 女儿汉诈跟随母亲来到俱乐部 由于工作原因 只能让汉诈自己玩 这时炸鸡叔来找妻子 在大厅等待期间 看到桌上的珠宝首次 是俱乐部办理的慈善拍卖会 刚看两眼却看到女儿的呼救 急忙赶上去查看情况 原来是女儿闯入了私人领域 炸鸡叔觉得工作人员太过粗鲁 这样走时 妻子闻声后赶了过来 但对方根本不听解释 当即开除了妻子 女儿汉诈 意识到是自己闯祸 不停地在跟父亲道歉 炸鸡叔表情悲痛 暗自下了个决定 他主动找来罗杰 商业对俱乐部的珠宝拍卖会动手 这样不仅能报了羞辱之仇 还能解决掉哥俩现在的经济难题 炸鸡叔准备用假宝石替换珍宝石 17秒搞定了一条项链 利用每次换班的4分钟空档 就能把所有珠宝全部拿走 妻子的工作没了 只能来店里帮忙 炸鸡叔本想把这次计划告诉他 但妻子并不想听关于俱乐部的事情 炸鸡叔只能谎称要与金货商交谈 今晚要晚点回家 晚上罗杰按照计划抵达拍卖会 炸鸡叔假扮成服务员混入内部 可此时在家等待的妻子却接到电话 俱乐部称人手不够 让他过来帮忙 面对经济压力 妻子只能选择去 领导告诉他 上次举办时文件搞得很混乱 这次他的任务就是核对购买发票 妻子工作时喜欢戴上耳机 这样就可以让自己更专注 而另一边的炸鸡叔已经进入存放珠宝房间 在外面的罗杰时刻观察情况归报 炸鸡叔打开保险柜 按照计划用假宝石替换 罗杰故意拖延四姨小姐给炸鸡叔争取时间 可就在换班时 安保人员还是发现了柜台下面的炸鸡叔 剑拔弩张时 罗杰及时就场 二人合力放倒安保 一边搜刮宝石 一边引发火灾干扰视线 成功逃出后 炸鸡叔发现了妻子的车 意识到他在里面还没有出人 便赶忙返回火场救人 这时妻子正被柜子压在身下 无法逃生 炸鸡叔呼叫离门口最近的罗杰帮忙 但听到警笛声的罗杰直接逃走 等炸鸡叔赶到时 妻子已经窒息死亡 在医院的场景上 炸鸡叔悔不当初 先到警察来访 知道自己的事肯定是藏不住了 第一时间告诉女儿汉诈 往后的生活将有爱把照顾 一定要勇敢去面对以后的生活 此刻的内疚与悔恨 便一直伴随着炸鸡叔 父亲入狱 女儿改换家庭 这便是24年前一切祸端的开始 也正是这件事 让炸鸡叔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此时剧情突然转到大吉安三个小时后 暴雨席卷了整个纽约市 导致大部分地区停电 而炸鸡叔的这次行动 结果并没有按照计划般发展 他回到基地准备的跑路 朱迪拦住了他 称自己负责把债券放在电梯里 但事后却发现 债券和卡车都不在 自己做了这么多 绝不会空手离开 既然警察能提早出现 那就证明团队有内鬼 此时有辆车停在基地门口 下来的人是斯坦利 他是坐网约车回来的 至于为什么没有坐卡车 跟大伙一起走 他的回答与朱迪一致 都是出来时没有看到车 但他知道谁在车上 当时的鲍博想杀了他们 现在肯定带着债券 远走高飞了 同时在家里的罗杰 看到监控立马赶到公司 他的手下全部被放倒 最后六个小时的视频 也被删除 识别不带系统的走廊里 全是蜜蜂 而绝对新来的金库 已经被水彻底淹没 偏不巧的是 此时警察也主动找上门来 罗杰怕警察里 有三巨头的眼线 不敢让他们进入 只能让汉诈先去顶一阵子 那赞成公司金库被盗 他们要进去看看 汉诈却说金库很安全 想要进去 必须出示搜查令才行 罗杰赶到后 告诉警察 公司只是轻微漏水 无意间触发警报 并且 他的客户都很注重隐私 不可能让其他人进去 那赞一看无果 只能先回警局 毕竟看到艾娃出现在卡车上 可以查看监控录像 跟踪街头地点 基地的三人吵得不可开交 互不信任 展示树上三天后 塔伯胡见 他怕罗杰的人找不上来 两个人称 做得很干净 没有留下线索 但斯坦列的眼镜 却丢在了金库 其实丢在金库的东西 还有很多 汉诈已经拿去 做了DNA分析 此时三鸡头 突然打来电话 询问债券是否安全 罗杰称 没问题 三鸡头是什么人 肯定已经收到消息 告诉罗杰 明天一早就过来验货 警局这边 那赞查到了 罗杰的真实身份 前后用的护照照片 根本不是一个人 有趣的是 他与炸鸡叔的关系匪浅 看来二人 以前就有很多故事 罗杰辛辛苦苦 建起了帝国 瞬间崩塌 汉诈再放安慰 可这时 斯坦列的眼镜 却吸引了他 想到检查眼睛的医生 曾带过 赶紧查看 官网的监控路线 找到车牌号命令 手下找出这个人 另一边 斯坦列也意识到了危险 同意炸鸡叔先跑路的想法 可朱迪却不同意 认为他们是合伙骗他 并开始挑拨 斯坦列与炸鸡叔的关系 炸鸡叔见状表示 要是怀疑自己 就把他的那份分走了 这让两人意识到 炸鸡叔这次的计划 根本就不是为了钱 与此同时 罗杰的手下 找到斯坦列的家 谎称是警察 而斯坦列正是自己的线人 现在处于失联状态 务必找到他 家人觉得事情不对 刚想动手 就被对方用手枪双双击毙 然后打开手机 按照路线找了过去 此时在警局的纳赞 已经掌握了 罗杰的所有犯罪证据 可以将他送上法庭 但现在首要任务 是将作案团伙抓捕归案 可由于人手不够 只能解决一方 如果叫支援 他们暗中调查的事 就会暴露 二人追查许久 不想就这么放弃 干脆把心一横 联系总部呼叫支援 将罪犯一网打尽 天亮后 基地的三人还在内祸 门口突然传来卡车的声音 原来是艾娃带债券回来了 她中了枪 但还好只是擦伤 并无大碍 斯坦丽与朱迪赶忙搬运债券 艾娃表示自己一直在被追杀 在路上她看到了鲍博的尸体 很明确已经死亡 但是谁杀的不得而知 听到这个消息 朱迪瞬间崩溃 气愤地翻出盒子 里面的纸张散落一地 接着又打开几个 发现除了上面的一张债券外 其余的全都是废纸 四人目瞪口呆 随即发生争吵 形势急转之下 大家都将枪秒准对方 就在局面陷入僵局时 罗杰的手下 派人已经赶到基地 四人只能先放下借地 共同抗敌 在敌人的围剿下 斯坦丽被打伤成了人质 并以此为要挟 要求其他人放下武器 交出全部债券 为了不让斯坦丽被伤害 朱迪立即表示 他知道债券藏在哪里 就在办公室的储藏柜里 随后众人感到 就在拉下柜门的那一刻 炸鸡叔在里面突然出现 击杀对方 看来目前想要找到债券是不可能了 只能先安全撤离 日后再做打算 另一边 调查一夜的汗炸准备回家休息 罗杰送他出去时 刚好碰到邮递员 像往常一样运送快递 面对这个正常运转的城市 二人只是相互安慰 不久后 警察再次找到罗杰 这次他们带了搜查令 要求查看罗杰的私人金库 罗杰没有办法 只能带着二人来到现场 看到空空如也的保险柜 罗杰表示 资产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地点 可警察并不打算放弃 想要查看罗杰的私人保险柜 打开后 随着一滩水的出现 罗杰的脸色瞬间僵住 而警察那赞露出了胜利的表情 本集时间来到了案发的六个月后 警察那赞成为了钻石计案 和金库盗窃案的主要负责人 此时所有嫌疑人的信息 他已经全部掌握 确定抢钻石 就是为了金库案筹备资金 而金库里被盗窃的债券 目前还下落不明 受害的三巨头 在案发后一周 同时提出了保险索赔 他们一直拒绝与警方合作 作为金库老板的罗杰 已经被判刑 罪名是重大盗窃 身份盗用以及谋杀 对于警方 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知道这群犯罪团伙的去向 与此同时 鲍勃准备去监狱探视罗杰 他没像艾娃所说的那样死去 但脖子处留有明显的致命伤痕 由于不能开口说话 只能用手机打字 语音沟通 他自称是盗窃团伙的一员 同伴抢走了他的那份 带走了他的妻子还试图杀掉他 现在其他人过着富足的生活 而罗杰却被送进了监狱 他想要回自己的那份夺回妻子 随后向罗杰索要5万美金 等他把钱拿回来 他们在对半分 但身在监狱的罗杰对钱不感兴趣 要钱可以 除非答应他一个条件 那就是杀了扎基叔 可谁又能想到 此时的扎基叔 帕金森症愈发严重 生活上也不像鲍勃说的那样富足 团队里的其他人状况也是一样 虽然成功逃脱 但没人知道债券的下落 鲍勃带着钱找到两名帮手 找到人后 他会自己负责动手 帮手只需支援就好 事后会得到相应的分成 二人想知道一共有多少钱可以分 等听到7号有9个0后 二话不说立即答应下来 现在帮手有了 下一步就是如何找人了 鲍勃曾经跟艾娃一起销赃过 知道具体地点 来到古董店 通过暴力手段 鲍勃可以确定 他们就藏在俄亥俄州 而如今的团伙们形势严峻 扎吉树与艾娃在一起 斯坦利与朱迪在一起 分别所在两个地方 资金上都遇到了困难 逼不得已 朱迪拿出了鲍勃送的手势 让斯坦利拿去当钱 可到了典当行 老板立马认出了手势来源 要求斯坦利留下电话 等鉴赏完后 会通知他们明确报价 斯坦利也不傻 发现事情败露 离开后便给艾娃打了电话 艾娃让他俩立刻换个地方住 他会主动联系他们 第二天一早 艾娃收到消息 他销过脏的古董店老板 已经死亡 他们的位置肯定也暴露了 现在必须收下东西 走人换个地方躲藏 另一边 警员纳赞也开始了行动 他来到报警的典当行 调查情况 可由于店员到班 并没有问出具体信息 与此同时 鲍勃也找到了艾娃的住所 三人拿着武器 气势汹汹地来到门前 可还没打上招呼 就被艾娃抬枪做掉一个 虽然艾娃拖延了很久 但还是被鲍勃偷袭绑了起来 面对鲍勃的逼问 艾娃也不知道 债券的具体下落 如果有 自己也不会混成这样 鲍勃并不相信 在房间里开始搜了起来 就在打开仓库门时 不小心被艾娃的家人 砍了一刀 鲍勃哪受点这气 既然有两个人 那就好办 他现在要知道 炸鸡叔在哪 枪口对着艾娃 问题留给家人 艾娃是宁死不说 但家人狠不下心 只能打电话 叫来炸鸡叔 炸鸡叔把钱带来了 一共17万7 这笔钱是打算留给大家 买新身份的 现在只能全部交给鲍勃 至于债券的下落 炸鸡叔也不清楚 鲍勃一看 问不出债券的消息 便用艾娃威胁炸鸡叔 询问朱迪在哪 炸鸡叔见状也只能妥协 给斯坦利留言 明早10点 在螃蟹餐厅的海滩见面 鲍勃主帮手 如果明早他没有来电话 就先从艾娃动手 第二天早上 斯坦利带着朱迪出发 二人此时 没有注意到事情的危险 其实警察早就潜伏在约顶地点 本以为这次来的是炸鸡叔 没想到等的却是鲍勃 原来纳赞收到消息 就是炸鸡叔谎称 给斯坦利打电话 故意告诉他的 目的就是借警方的手 做掉鲍勃 此时的鲍勃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还是被炸鸡叔给耍了 眼看事不对 举枪反抗 但最终被纳赞开枪射杀 而早上出门的斯坦利二人并不知情 他们只是去吃早餐 怕来晚东西被卖光罢了 早餐店不远处的汽车 吸引了朱迪的目光 他一眼就认出这是鲍勃的车 里面有从炸鸡叔手里要来的钱 朱迪拿上带子 看了一眼斯坦利 此时的他站在十字路口陷入了迷茫 另一边 被劫持的炸鸡叔与艾娃 趁着帮手睡着时 偷偷解开了绑带 并准备做掉对方 可没想到 帮手这时却醒了过来 一枪解决掉了艾娃的家人 艾娃刚抬起枪也被瞬间解决 炸鸡叔怒从心起 顿时将对方干掉 抱着一直关心自己的艾娃 炸鸡叔心里不免有些后悔 他怪自己 当初不该同意艾娃入伙 要不然最终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不久后 炸鸡叔回到了纽约 他打电话给女儿汉娜 视频里他见到了自己的孙女 看着这个美丽的新生命 炸鸡叔感动落泪 曾经意气风发的中年大叔 现在已经成为了走路都废着的老头 他现在已经没有遗憾 决定把该做的事做完 炸鸡叔来到监狱探视罗杰 再次相见的二人了解了未来 罗杰虽身在监狱 但用不了八年就能保释出去 而炸鸡叔现在的状况 估计撑不到八年 用了25年筹备这件事 结果却两败俱伤 这样的结局不免让人唏嘘 炸鸡叔许问罗杰 如果当年他不跑 能不能去救自己的妻子 面对这个问题 罗杰没有给出答案 也可能答案对二人来说 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与此同时 警员纳赞有种不好的预感 总觉得事情并不像表面的那样简单 背后似乎有更大的阴谋 正准备去调查时 在街上碰到了一个问路的中年人 告诉他要的详细地址后 纳赞突然晕倒在街头 上司告诉同伴 纳赞已经死亡 至于债钱的下落 只能不了了之 看来杀死纳赞的人 应该是三巨头 他们的目的 便是想快速结案 让这件事到此为止 不久后 连妹的炸鸡叔 拖着行李箱 不知道要去哪 他身后跟着一个 身份不明的年轻人 掏出手枪 准备动手 从年轻人身上的卡通图案来看 此人正是罗杰的儿子 前来复仇 时间终于来到了案发现场 随着暴风雨的来临 炸鸡叔一行人开始出发 达到指定地点后 朱迪率先下车 打开井盖 进入地下通道 准备放置炸弹 车开到地库门口 用复制好的钥匙开门 斯坦利与鲍博 推着作案设备下来 在门口放个装置 目的便是把前来开门的警卫电晕 斯坦利与鲍博顺利进入电梯 炸鸡叔与艾娃乘坐另一步 然后启动提前布置好的毒气 警卫全部都被迷晕后 四人在金库走廊会合 还记得之前提到过的蜜蜂吗 它们的作用便是 突破生物识别系统 把通道封住 放蜜蜂进去 罗杰在家里查看监控 但并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这就要归功于 炸鸡叔早就对罗杰的电脑动了手脚 走廊里现在全是蜜蜂 炸鸡叔穿好防护服 来到走廊镜头 安装好一东西 将蜜蜂全部吸引了进去 成功突破 接下来是面部识别系统 用提前准备好的面部 轻松通过 再用可好的钥匙打开金库大门 下一关要面对的就是温度传感器 计划用爆爆的方式打开上防水道 可朱迪的动作有心慢 没跟上团队进程 车手罗杰见状下来查看情况 金库内的四人眼看温度不断上升 不能再等下去了 而朱迪终于完成了工作 在引爆的前一秒爬了上去 温度传感器随之失灵 四人立刻进入 鲍勃与斯坦利负责开保险箱 与此同时 罗杰联系汗扎 询问为什么温度传感器突然掉下 潘诈称只是小事故 已经修好 金库里的水越积越多 保险库终于被打开 拿出箱子确认了一下 正式债券 炸基叔和艾娃负责搬运 鲍勃和斯坦利负责去开下一个 警员纳赞在外面焦急的等待 还给艾娃发了信息 询问现在是什么情况 可艾娃正在搬运债券 没空回复 直到时间差不多了 才跟炸基叔商量了一下 给纳赞回复信息59层 随后按下开关 火光出现在了59层 纳赞看到后以为是发生了枪战 立马动身前往 殊不知已经被炸基叔骗去了别的楼层 抱抱的手机也出现了提示 看了眼监控 发现是警察来了 炸基叔让他们继续干活 他们不会有事 纳赞来到59层后 原来这是艾娃之前租赁的公司 看到了里面的设备 纳赞才意识到是被骗了 打算离开时 听到墙里面有声音 砸开一看 是个监控机房 罗杰看到的监控画面 正是从这里传出去了 纳赞发现是地下金库 立刻将线全部拔掉 罗杰的监控恢复正常 但他此时却在跟儿子聊天 完全没有注意到监控的变化 直到起身去厕所时 才发现金库被盗 立刻联系汉娜去往公司 罗杰急得要命 直接冒着大雨往公司跑 另一边 朱迪将全部债圈装完 临走时还检查了一遍 看没有问题 便把债圈送进电梯 紧跟着与车手罗伊打好招呼 可电梯到了中途 却被汉娜劫走 从中抽出来一批 放到早就准备好的纸上 再把假的推进电梯 汉娜朋友负责把真债圈 用快递箱包好 罗伊等了好久才等到 赶忙把债圈放到车上 此时的杂基叔也收到消息 罗杰已经发现了他们 但他此时一点也不紧张 让鲍博和斯坦利 打开罗杰的私人保险柜 债圈拿完了 还可以顺手拿别的东西 手机再次传来提示 女警已经冲了过来 既然债圈已经到手 鲍博不想再次冒险 札基叔见状只能亲自上手 与斯坦利合作打开保险柜 打开后却看到还要一道门 需要钥匙才能打开 出去后的鲍博故意拿走金库的钥匙 眼看金库就要被锁上 三人立刻撤退 鲍博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要除掉所有人 然后和朱迪独囤这些债圈 出来后 罗伊高兴地迎接队友 谁知鲍博上来就开始动手 没办法 为了自保只能开枪射击 由于不常用枪 一枪打在了鲍博的屁股上 刚想要补枪 就被一旁的朱迪杀了 等到金库的三人逃出来后 札基叔停下脚步 让二人先走 艾娃知道他的计划 不可能让他自己犯险 只能劝告斯坦利先上去 谁知道刚出来正巧撞见 鲍博和朱迪正在收拾罗伊的尸体 眼见事情败落 只能杀人灭口 斯坦利立刻逃跑 就在要追到时 朱迪突然背叛 从背后偷袭勒死了鲍博 艾娃上来时 发现一个人也没有 但看到地上的血迹后 觉得是有蹊跷 赶紧把车门关好 随后开车准备离开 这时赶到警员纳赞 堵住去路 艾娃没有退缩 被打中一枪后 开车逃离现场 走到半路 发现死去的鲍博 还多亏了他没压过去 不久后 鲍博就睁开了眼睛 虽然没死 但由于气管被割 喘不过气 集中生智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 插向了自己的脖子 这才好得许多 这时还在里面的杂七叔 来到罗杰办公室 用指纹打开了一个盒子 拿走了放在里面的钥匙 看来他还是想打开 罗杰的保险柜 为的就是 把25年前盗取的宝石放进去 好让这家伙接受法律的制裁 办理妥当后 正准备离开 却被罗杰手下突然拦住 还好汉杂及时出现 救了杂七叔 其实偷换债券是汉杂的主意 不在杂七叔的计划范围内 他这么做 无非是为了父亲的安全考虑 毕竟三巨头太过危险 抢他们的东西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汉杂之前酒会上 就跟三巨头商量好 利用这次机会帮他们洗钱 以债券丢失的名义 向保险公司申请索赔 天亮后 债券就会被当作快递送走 这个想法其实 深藏在汉杂心里多年 他不想再次失去父亲 而杂七叔面对这个事实 没有多说 他只能怪当初没给女儿更多的爱 谁能想到 到头来 这场起案的最终赢家 是三巨头 正如剧名一样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颜色 加在一起五光十色 但到最后也是虚无缥缈 每具漫画桶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观众安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频